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感谢钱帆兄 尊敬的何冰教授 尊敬的徐欣教授 作为这个学校的一个教师能够在这儿欢迎两位 当然对何冰教授来说这是回娘家 重新返回你的母校 徐欣教授是我们尊贵的客人 我也非常高兴这次能够跟二位一块 叛讨中国的司法改革 那么与此同时我也感到有一点惭愧 因为通常是宣兵夺主 今天是宣主夺兵 今天我几乎是自高分勇地 跟张千帆教授要求说 我来主讲 由他们来给我敲边鼓 他们两位当然是 大家知道何冰教授在网上里面也都很熟悉这个人 网上大侠 当然最近微博被屏蔽了 正在郁闷期 这个时候我希望你回到母校 能够让你心情缓和一点点 其实一波完全是新浪的问题 那么何冰教授长期以来也是非常注重对司法改革的研究 那么有很多的成果 同时我们两个一直是非常不同的观点 可以说我跟何冰教授观点在某些方面是针锋相对的 所以我想他今天来做对我这个问题的评论 可能我相信可能不会有太多的差异性的观点 因为我没有选择陪审制度这样的问题做话题 那么徐新教授过去一直在西南政法大学担任教师 那么后来到了北京理工大学 那么到了这边来 他就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司法改革的研究机构 高等司法研究院 那么他是自认院长 是学校认为 那么他做的一个特别具有借责性的贡献 是每年都会发布一个中国司法改革的一个白皮书 蓝皮书 蓝皮书 为什么用蓝皮 白皮是国务院的 哦 看来此院非彼院 他不敢自己说 兼阅成国务院院长 这个 那么 他给我的感觉就是说 特别愿意做一个非常建设性的沟通 那么他自己是非常著名的诉讼法专家 他也看得到中国在中国搞司法改革 其实很难完全地按照我们理想那样一个方案 就一出而就 那么所以徐新教授一直在做一个 说我非常建设性的 但是与此同时我也坚持我的原则 坚持学者所追求真理这样的一个观念 所以我一直非常敬佩他这些年来 为这个国家 在我们这样的人已经越来渐行渐远 越来越跟官家没有办法沟通的时候 你还做一些沟通的工作 很难得 与狼共舞 我想今天我前面稍微讲大概40分钟 或者稍微多一点点 关于中国的法院组织法的改革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改革过程中间 到底暴露出来怎样的问题 我们应该从怎样的方向去努力 张洁帆教授主持这个是整个的宪政论坛 我相信宪政 整个的宪政体制的建设 可能法院这个领域是非常重要的 正如他在开场白就告诉大家的 一个国家的司法制度 构成了一个国家三种基本权力的一个权力 那就是说要对于这个社会中间 所发生的纠纷或者案件 依照法律做出判断 做出解决 我相信一个国家如果具备了一个理性的司法制度 一个公正的司法制度 这个国家就不会闹革命 这个国家就不会说民怨沸腾 因为老百姓的冤屈可以在最 在身边的法院都能得到基本公正的解决 当然我们不会说完美无缺的公正 这是人类所达不到的 但是基本公正的解决 我想我们就不需要去上梁山 我们不需要去甚至也不需要那么经常上街上去 也不需要到北京去上访 现在访民这么多 按照温家宝总理的说法 是许许多多的上访都涉及到的是法律上的诉讼 那么法律上的诉讼 为什么不能够得到那么公正的解决 我相信原因很多很多 司法人员的数据 司法程序上的一些设置上的缺陷 包括今天我们许多时候看到 比方说证据法学 证据法方面的一些个缺陷 没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证人作证的规则 那么导致了有许许多多的案件 没有办法去在法庭上通过律师 当面罗对面鼓的这样的一种对峙 能够把一个案件的真相揭示出来 同时根据这样的真相来做出 法律上的一个公正的判断 那么于是导致这个国家 许多的国民道路奔走 全门呼号 政府也紧张得不得了 说老实话 政府对我们学者倒不是那么紧张 因为至少我们都不会 一般的来说我们不会去上访 但是北京居然有30万人以上的 结访大军在北京住的 全国各地的地方政府 都不断地派人到北京来 把自己本地的那些访民 想法设法地给拦截回去 那么中间也发生了许多的一些 非常可怕的事情 比方说黑监狱的这样的事件 那么我们多么希望这个国家 从基层法院到最高法院 都能够是一个公正的 非常让人觉得 这真正是一个说理的地方 让企业家也觉得 我有了债务纠纷 我不需要去通过 王立军局长老师强调的 要打击的那种打黑 你想打黑之所以 那个黑社会那么多 我想是白社会出了问题 我们需要有一个良好的白社会 那就是最关键的就是司法制度 那么整个的三权中间的一权是司法 你想想整个的宪政体制中间 司法这个领域 可以说起到了非常关键的 或者重要的作用 那么法院组织法 正是这样的一个领域中间的 一个特别重要的方面 它涉及到的是 法院整个的一个结构 法院的上下集整个的一个安排 比方说我们这儿是四级法院 过去我们换法袍的时候 中国的法官的那个法袍袖口 还有四个扣子 哦不 两个扣子 这个地方有四个 这个地方出来一块红颜色的那个东西 就像一个肠子被带出一块的那种感觉 有四颗金色的扣扣 红色的这个衬衣 那么萧阳院长当时的解释说 这四个扣扣 最上面的代表忠于党 第二个代表忠于人民 第三个代表忠于法律 第四个代表忠于事实 这是对那个四颗扣扣的解释 袖口这个地方有两颗扭扣 代表着二审中审制 二审中审制 这个是上下集法院之间 到底这个怎样的一个整个整体架构 我们知道美国的法院 它也有它的特殊架构 那么像欧洲典型的大陆法系国家 多金字塔式的这样的一种司法系统 那么在德国所有的法院之上 有一个所谓的联邦宪法法院 这都是法院组织的问题 法院组织的问题也包括 法院内部的权力结构 比方说院长到底是怎样的一个角色 有没有一个所谓的叫审判委员会的机构 来对于个别案件可以做出判断 那么法官是否拥有超越于 任何行政意义上的 这样的一种规范的独立性 这些东西都是司法组织法要解决 法院组织法要解决的问题 法院组织法还要解决的其他的一些问题 比方说如何去解决法院跟 某些其他的外部机构 比方说行政机构 比方说检查机构 这些问题 但这个问题通常在有些国家 法院组织法只是关注法院内部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在这个国家 我们这个国家可能这个问题 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同时我们也关注 跟法院组织法相关联的 一个法院组织的设置 是否有助于法律规范的统一 那么我想所有这些问题 都跟宪法有关系 都跟宪政有关系 所以我们 这个影子已经说过了 我就在2004年的时候 我今天跟大家讲个故事 这个故事我一直没有在北大讲 但是在德国在日本讲过 憋了六年了 终于有 八年了 终于有个机会在北大讲一讲 那么2004年 在一个春暖花开的时节 我突然接到来自最高法院的一个电话 说希望我跟中国人民大学的张志明教授 同志的志明克的名 他也是这个国家非常著名的一个法理学家 那么请我们两个人去组织一个 叫法院组织法修改的学者建议稿 我听说他们组织了两个团队 一个团队是以中国政法大学的 樊崇义教授主导的 以诉讼法专家为主导的一个团队 由他们来起草一个 法院组织法的学者建议稿 那么另外一个团队 是以这些年来活跃在法理 活跃在司法改革的这个领域中间的 法理学方面的学者 来做一个学者建议稿 那么我个人就是 这个法理学这个领域的 一个学者建议稿的 两个富宅人之一 那么我们就接到这样的一个邀请 对我们来说这个邀请非常的让我激动 因为04年的时候我自己已经感觉到 司法改革有点推不动了 在1992年开始 邓小平南巡讲话 然后南巡讲话最后大家就觉得 市场经济这样的一个说法被引进来 当然我们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那么很快人们就会说 市场经济就是一种法治经济 当市场经济 让行政的权力退出之后 那么我们必须要有一种 强有力的司法的这样的一种力量 来去调整在市场经济介绍过程中间的一些纠纷 矛盾 比方说如何保障交易的安全 如何保障财产的安全 如何保障法律规范的统一 如何保障一个合理的竞争秩序 所有这些东西都是 在这个时代都比较火热 那么1992年到2002年 2003年 这段时间是我们的司法改革的蜜月期 包括在这所学校 我们不断地组织一些学术研讨会 然后大家对话 这个跟15部门的对话 最高法院也好 最高检察院也好 都有一些许多的官员 喜欢到学者这个地方来对话 大家相互交流 相互切磋 那个时候好像民间与官方之间的对话 到了一个非常美好的程度 甚至张志明教授和我都有机会 包括清华大学的张卫平教授 我们三个人在人民法院报上发表一专栏 叫司法所化 然后三个人像驴拉末一样的 这个礼拜你写 下个礼拜他写 再下个礼拜另外一个人写 三个人这样的轮 轮了大概有两年的时间 后来轮不动 因为好像司法改革出了问题 司法改革似乎被人们越来越意识到 这样改革下去可能就会动摇某种更深刻的 或者说更加高层次的体制 于是司法改革到了2003年 其实在座的有许多朋友 你们参加过司法考试 你们知道司法考试也存在这个问题 2003年之前的司法考试题目都非常的专业化 到了2004年那年的A卷里边 出现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第一道题就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后来一直觉得A卷是第一道题 你们知道一定是一个政治题 一定是一个政治题 而且这个东西会愈演愈烈 甚至扩展到A卷之外的其他的一些个 那些个题 简答题里边也有这种很政治化的东西 所以到了2004年的时候 我觉得看起来司法改革已经推不打动了 那么这个时候最高法院突然 说让我们通过法院组织法的修改 来去把自己的某种理念给贯彻进去 这个不错 然后我就想象着 就像那个刚有一只鸡蛋 就开始想象鸡蛋扶小鸡 小鸡生蛋 蛋扶小鸡 会非常美好的一个未来 我就在想象自己在家里边 起草法律的场景该多好 那么我们就发现 我们要观察我们的法院组织法 现行的法院组织法里边存在的怎样的缺陷 有些缺陷我暂时不说 比方说 有许多的规则根本跟法院组织毫无关系 比方说法律院前人人平等这样的规判 在宪法里边规定了 就没有必要再在法院组织法里边规定 那么还有什么 少数民族的当事人审判的时候要提供翻译 我说这跟法院组织法也没什么太多的关系 还有一个规则是死刑负荷 下放到由各省高院来去行使 我觉得这也不是法院组织法 那么我们观察我们的法院组织法的一些主要弊端 我们发现第一个弊端就是 法院跟外部权力之间的关系 看起来存在的一些非常麻烦的地方 那么如何去让法院能够独立于行政 独立于立法 当然还要独立于咱们党 这个涉及到内部的组织问题 比方说党跟司法之间的关系 你们知道中国在民国期间 国民党曾经推行过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制度 这个是在袁世凯时代没有的 在北洋军阀时代 我们的宪法里面明确的规定 法官不得从属于任何政党 法官不得具有党籍 这是你们知道袁世凯 我们一说起来 袁世凯怎么怎么 袁世凯那个时代 我们的宪法可能是百年来最先进的一部宪法 因为他明确的拒绝 因为党员 你做法官你必须退党 因为党是什么 你们知道法官是要有一种非常普遍化的或者超验的 他没有任何利益关联 这是法官要做的事 但是党是什么 我们常常讲英文党那个词 party party那个词根叫part part是一部分 part是一部分 我们说一个人具有偏向性 我们往往英文那个词就是党派性 党派性就是偏向性 所以党跟司法之间的关系 在北洋军政府时期 他是坚决要求不要再跟党跟司法有那么多的关联 当然 深层次上的有一个原因是 袁世凯想把国民党给赶出去 这个是有他的这个根源的 那么但是到了北洋军阀之后 到了国民党如日中天的时候 国民党在整个的司法系统里边推动了一个 所谓的司法党化 司法党化 这个在徐晓群教授的那本 《关于中国近代司法引进》的书里边 把这个过程描写得非常多 你们那个时候看 这个当时的一些个司法界的头面人物 都在倡导司法应该由政党来直接控制 那个时候司法党化体现在三个方面 在法官选任方面 体现在比方说 一个人能够担任法官 首先考察他三个方面 第一 他是否具有良好的法律素养 第二 他是否具有良好的个人声望 人品 第三 他是否是党员 如果三条不能同时具备的话 第三条最重要 那就是党员最重要 所以国民党那个当时搞的司法党化 就是特别强调 当法律有缺陷的时候 通过党义来加以修补 用党义来指导司法工作 指导法律解释 这是国民政府时期的 司法党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 但是我们后来的制度 19年以后的制度 在这个党跟司法之间的关系问题上 似乎并没有太深刻的讨论 基本的可以说 基本的思路就是党领导一切 党领导各个方面 那么党跟司法之间 到底怎样的关系 比方说从我个人 作为一个党员的角度来讲 到底怎样的设置 对我们党反而好一些 比方说党不管司法 反而对我们党特别好 我就觉得我们党管得太多 最大的问题是 你就是心太软心太软 把什么事情都自己扛 这个扛来扛去 把所有的社会中间的弊端 出现的问题 最后你什么都管 最后的结果是 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你都是你的责任 我想我要是作为一个党的 最高领导人 我就把所有的事都推出去 我什么也不管 我天天在家看金庸子小说 那是不是更好一些 我也不知道 这可能是对于党的声望 党的尊严更有好处 小鹏同时说的好 党之关党 党不要干政 党政要分开 这小平当年改革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思路 我觉得现在我们许多的 党的领导人 把这个思路给忘了 许多人忘记了 我们曾经有一个64号文件 我有时候提64号 64号文件 网上老给删掉 我说这个1979年的 1979年党中央发的文件 是64号啊 怎么老是删啊 后来发现64比较麻烦 所以我想我们 在法院组织法方面 如何去考虑 这样的一种非常复杂的 让一个关系 那么让法院真正能够独立 这是第一个方面的 一个缺陷 那么第二个缺陷呢 就是说我们整个的 这个法院内部 特别的行政化 特别的高度的等级化 这个图是一个 一个比较有趣的图啊 那么法院内部 也是一种行政化的设置 1995年的时候 我们国家 制定了法官法 法官法里边 规定了法官实行 不同于行政系统的 一个级别制度 于是我们就设置了 所谓的四等十二级 四等十二级 看起来好像 跟行政不一样了 它实际上 处处跟行政套 最高法院的院长 副总理级 最高法院常务副院长 正部级 最高法院其他副部长 副院长是副部级 各省高级人民法院的院长 都是副部级 新疆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院长和党委书记 两个副部级 这个因为它是民主地区 那个院长 应该是维族人来担任 党委书记 应该是党组书记 应该是汉族人来担任 这个所以它有两个名额 你可以发现 全部都是行政化 非常高度行政化 而且我们在整个的 法院系统内部 这样的一个 不仅仅是院长地位很高 而且还有下边的厅长 下边的各种各样的 这样的一种级别的设置 那么对于我们的 各的这个司法制度来说 我们是否能够理解 是什么因素构成了一个机构 叫法院 法院不仅仅因为它门口挂了一个牌子 叫法院 而是更重要因为它内部的这样的一种 权力结构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要观察这样的一个因素 需要我们去想方设法地去行政化 去等级化 这个是我们观察到的第二个问题 那么第三个大的缺陷是 这个是一个雕塑 正义女神 这个 好像我们这个PPT这个地方 好像稍微有点光线不是特别好 这雕塑雕的特别好 就是上面那个大个的一个正义女神 骑在下面的一个小个子的正义男神身上 那么上下级法院之间 我们发现行政化不仅存在于一个法院 特定法院的内部 而且存在于上下级法院之间 而且上下级法院之间的关系 这两年来有点行政色彩愈演愈烈 有许多的案件可以说在 哦 太好了 漂亮多了 这个有许多的案件 在下级法院审理之前 就要请示上级法院 上级法院如果发现 下级法院正在处理的案件 存在着可能的错误 甚至可能风险 比方说外部关注很多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 上级法院主动的 直接的对下级法院进行指令 应当如何判决 你们还都记得 像湖北省的 曾经发生的前年 2009年5月10号 发生的那个杀人事件 湖北省恩石州 巴东县野三观镇 雄风娱乐城 晚上九时许 一个女子 22岁的女子 持刀把一个叫邓贵大的 乡镇 招商引资办公室主任邓贵大同志 持刀把他杀掉 当场毙命 然后就这样的一个事情 后来这个事情 全国都很关注 我觉得那段时间真的是成为一个 全国都关注的事件 大家都在说邓宇娇 比方说北京西战 有行为艺术 有一个女孩把身上自己绑着纱布 然后旁边写了几个 绑着几个大字 每个人都可能成为邓宇娇 然后就说 什么什么 这个这个 哎呀 还有些诗 还有一些T恤衫 大家都在关注 全国一关注 这个案件就不再是 巴东县法院能够审的案件了 我当时多么希望巴东县法院 能够把这个案件 踏踏正正地把审出来 把案件事实都给搞 搞得很清楚 到底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 邓宇娇会拿刀把这个人给宠了 哎呀 但是最后你发现这个案件 已经不再是巴东县判决 也不再是恩师州法院判决 也不再是湖北省高院判决 也不再是法院判决 这个案件最后变成了一个 完全的外部权力干预的一个结果 广东省 广州市 在2004年 2005年的时候 2005年和2006年的时候 曾经有一个史上最牛体款机的 那个案件 许庭案 许庭案的判决 你们知道 一审判了无期徒刑 到上诉 上诉以后 然后全国上下都一片的愤怒 哎呀 人家怎么了 人家拿自己的合法拥有的卡取钱 你那个提款机硬给人家钱 我们取一百 你给一千扣一块 这简直可以说是太 哎呀 这真是击死人 这真是击死人啊 你说老实话 让我抵抗得住这种诱惑都很难 更不必说 许庭先生 结果这个案件最后 在全国人民的同情之下 压力之下 最后改判为五年 最后发挥重审 改判为五年有期徒刑 还没有第二审 第二次审判还没审呢 结果最高法院副院长 在两会期间回答记者提问 说广东那个举庭案 现在最高法院有什么意见 最高法院长说 我看这个案子 原审判决是有存在的缺陷 法律解释上的缺陷 然后说什么时候大概能够下判呢 我看三月份差不多吧 你看最高法院的副院长 居然就这么直接说 比方说河南省高院的院长 叫张立勇 这个张立勇院长 山东大学哲学系毕业生 后来到中纪委工作 后来又下派到陕西咸阳 他在咸阳官制咸阳市委书记 和陕西省委常委 他厉害 他把咸阳市搞成洗脚的 洗脚业的发展的大城市 北京是首都 咸阳是脚都 赚了负责洗脚 张立勇院长被称 赞为洗脚书记 后来就被一下子从陕西 空降到河南 去做河南省高院院长 这何冰教授曾经说过 说大学教授 大学的校长 谁来担任 跟大学教授没关系 说什么 教授家中座 校长天上宰 对对 对河南省法院来说 也差不多是这个样子 这个法官庭上座 法官院长牵上来 那么就来了这位院长 这院长来了以后 他要推动一系列的司法改革 张立勇院长式的司法改革 特别特殊 他是说 我不按法理出牌 这个司法改革 怎么按照法理出牌呢 南省中博的报道就 一个不按法理出牌的高院院长 他说 我觉得我以前的系统 工作系统 党委的系统 从来不会有这种事 下级做出 做完了决定 然后最后当事人闹起来 我才知道你下级干这一套 法院怎么会成这个样子 你下级法院判完了 当事人闹 当事人上诉 我一看 天哪 怎么这么判 这不行的 以后不能这样干 所以以后下级法院判决案件 必须提前跟我说 该请示得请示 哇 他一点都没有想到 上下级法院之间 跟上下级行政 或者党的机关之间的差异性 那就说下级法院 如果提前请示了 那上诉制度还有什么用 上诉就没用了 因为你上诉到河南省高院 张力勇院长亲自都提前批好了案子 你河南高院的法官 你吃了豹子蛋 你敢改这个案件的判决 所以实际上剥夺了人民的上诉权 所以我们在上下级法院 过去我们特别的介意 所谓的法院受同级党政的控制 受同级人大的不正当的影响 但是有不少人说 那为了这样 我们强调条的管理 我们叫上下垂直领导 我说这叫出了狼窝入了虎口 上下垂直领导局 绝对不是法院应该设置 我们能不能想象说 其实这个世界上有一种机构 它就根本没有上级 这种机构就是法院 我们可能需要在这方面 做一些观察 做一些努力 那么另外 我们知道中国的整个的 法院组织法里边 有一个缺陷 那就是说 法院组织的 非法定性 那么经常会说 这个法院的机构随便设置 机构设置 非常的容易 改变机构设置也很容易 那么我用了一个图是当年林彪四人帮审判的时候 这个图上面主人公是张春桥 当年的国务院副总理 四人帮的第二号张春桥 王满温 王满文 张春桥 对 这个四人帮里面第二号人物 张春桥是一个 在整个的法庭审理过程中间 张春桥表现出了一个山东男人英勇的骨气 他就是整个这个司法过程中间 他穿了个破棉 那个胡子八擦也不光 然后就说整个的法庭啊 他就压他进来 他就进来 做人的被告系上 他就在那 基本上在那睡打瞌睡 然后整个的司法过程 他根本不抬眼啊 那个审判长江华院长说 掌声跳 你说话呀 这个这个这个 他也不说 整个的法庭过程 他一次都没有看法庭 一次都没有说话 哎呦 这个张春桥 尽管作为四人帮 这个所谓的反革命集团吧 以前做了不少坏事 但是整个的法庭的 整个的过程 我觉得 我还是佩服他 算一条汉 算一条汉 这个给我们山东人争光了 不像现在有一些山东人 真是天天就在写一些 什么烂诗 什么这个 众作鬼也幸福 这个山东作协 那个副主席 这个这个 还有一个人 一个山东人说 我爱国恶 所以我最知道人权 人权是怎么回事 这个这个这个 那爱国恶跟知道人权 有什么逻辑联系 你搞不清楚 我们的人权比美国好五倍 还有另外一个山东人说 我从来不投弃权票和反对票 我不给中央添乱 那么张春桥这样的一种敌视 敌视这个法庭 大家知道这个法庭 其实在设置方面是存在的缺陷的 大家知道法律面前的人平等 要体现在法庭的平等性 也就是说我们 每一个公民在遇到案件的时候 我们都要受到一个常设的 稳定的 适用同样法律的法庭的审判 这是从1215年英国的大宪章时代开始 就有的一种法治的准则 但是我们审判林彪四人帮的时候 我们用了一个什么样的法庭 特别法庭 特别审判厅 在北京市正义路一号 正义路一号 这个特别审判厅 当时我就在学法律 想想有正义路一号 特别天然的适合搞个法庭的地方 正义路一号 然后审判长主持者是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出任主要的检察官叫江文 主要被告叫江青 三三多多多多姓江 但是你们知道 我想他这个抵制 可能想不到这样的一个因素 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法庭 是一审终审之 我们平常老百姓打官司 还是二审终审之 他们这个法庭是不能上诉的 最高人民法院的一个法庭 来做一审的审判 适用法律也存在的问题 它适用的法律是 这是80年审判 80年刚刚颁布的 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罚刑诉法 按照刚刚颁布的法律进行审判 你们知道 审判他们做的事都是 在好久好久以前做的事 他们被抓起来已经好多年了 那么这涉及到最新法定的问题 所以我想这样的一个审判 当时说是法治建设的一个 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史上的里程碑 我要说其实这个里程碑 我们要再反思一下的 其中存在不存在一个 法庭设置的 法定化的原则被破坏的问题 第五个缺陷 我们这个红绿灯稍微特殊了一点 法院的整个的机构设置 是否可有助于 我们法律规范的走向统一 大家知道 一路国家的法律 颁布很多很多的法律 但是制定法律的人 他们只能够借助于 我们经常使用的这些语言 来去推出这些个法律规范 但是所有的这些语言 其实经常存在着模糊的 多艺的 可以做不同的警示的 这样的一种缺陷 这是人类语言天然的 不可避免的一个问题 那么与此同时 法律也存在着一个 所谓的人类一思考 上帝就发酵 法律一颁布 马上就过时的问题 那么许庭安 大家知道 那个案件告诉我们说 他自己拥有 自己合法持有的银行卡 他去取钱 他去取钱 然后他也没有破坏 这样的一个ADMG 什么叫盗窃 盗窃是利用权利人 不注意的时候 或者说 以为他权利人不注意 以隐秘的方式 将他人财产 据为己有的行为 叫盗窃 但是我堂堂正正 你给我的卡 我自己输进去 我密码 我也是合法设定的 你硬多给我钱 我这叫盗窃 天底下有这样的盗窃吗 我们应当不应当 法官是不是应该解释一下 这个法律到底是怎么回事 还有一个朋友在网上说 这条法条就不对 这个法条立法语言就存在问题 盗窃 其他都叫盗窃公司财务 你盗窃银行里边的钱 叫盗窃金融机构 你把金融机构里边的钱全拿走 金融机构还在 你能盗窃得了 动兵搭配不大 这个很有意思 你说还包括货币贬值 十年前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说 什么叫数额特别巨大 是指盗窃金额在 五万到十万以上人民币的 这叫数额特别巨大 但是十年时间过去了 那是从1997年到2007年 这十年时间 你们知道这十年货币贬值 都贬到什么程度了 房地产的价格 你看发了多少方 如果按照这样的一个规则 那法官解释的时候 是否应该考虑到 货币贬值的因素 是否考虑到 现在的17万多块钱 跟以前的17万块钱 是不一样的 不能够以这样一种机械的方式 来去解释法律 适用法律 所以大家想想 法院组织上面的设置 是否有助于 让大家都能够特别的 注重法律的解释的平衡 法律解释的严谨 不仅仅是说 我适用这条法律 而且我必须要按照 同样的解释学的规范 去解释 这里边有没有 组织法上的问题 当然有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曾经我在武汉那个地方 参加一个法官的培训班 我作为协调人 那么那个培训班 当时是福特基金会出钱 培训中国的法官 于是就请了许多 外国的一些著名的法官 记得当时北大也来过 也做过这样的一个培训 那么包括斯坦福大学的 著名的法学教授 弗里德曼 包括像日本的 谷口安平教授 也包括第七巡回法庭的 上述法官 戴安娜伍德 美国的著名法官 一个女法官 她到了武汉这个地方 然后说 我刚刚前天我在上海 给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的法官 做了一个演讲 我今天到了湖北来 湖北省高级法院的法官 现场有没有 一大堆的人说 我们是 然后说 你们平常会不会注意 湖北上海市高级法院 所做的判决 当时法官说 这什么意思 说没有 除非最高法院的人民法院 案例选编 把它收进来 我们个别会看一看 而且看不看 我们也不是特别的强调 那这个戴安娜伍德法官 这武德法官说 那你们能不能 许多案件都是二审中审制 中级法院打到高院 这报高院就结束了 你们怎么能够确保 同样的案件 在上海和在湖北 能够做到一样的判决法 这个问题提出来 所有的湖北的法官觉得 真的是一个有道理的事情 你别看我们这个国家叫 号称统一 法治统一的国家 但实际上 案件的判决 参差不齐 案件的判决 深一跤浅一跤 这种事情 非常的严重 正如许庭案 所标志的那样 许庭案 因为全国人民一声吼 然后法院也要抖三抖 就最后改判为五年 但是同时云南那个地方 曲静地区有一个类似的案件 宁波那个地方 也有一个类似的案件 他正在监狱里边 做无期徒刑呢 所以同样的案件怎么判 前一段时间 无鹰的案件 也不少人出来吼 你吼了吗 何兵 你吼了 最后 你吼 改判为死管 但是浙江高院的法官说 天呐 前面还有两个 已经早执行了 金额还没有这么多 法律面前 怎么保障人人平等 这个是特别重要的一个事情 那么 我简要的这个下边 我想我的时间 不要占得太多 我简要谈一下 为什么我们会出现 这样的法院组织法的缺陷 那么第一个问题 当然我觉得 我们从历史上来说 中国就从来没有过一个 与行政系统 立法系统相分立的司法系统 所以我们就没有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 什么叫法院 什么叫法官 我的朋友周大伟先生 曾经说 咱们国家有三个院 都是西方人 给我们引进的 一个院是学院 大学 从中国以前没有大学 那个书院 其实不是大学 跟现在大学完全不同 另外一个院是医院 医院 1836年 1836年 美国著名的传教士 彼得博家 Peter Parker 第一次在广州 引进了中国的第一所医院 以前我们没有医院 那么第三个院 就是法院 它当然是一种 这样的一种 提纲旗领事的说法 那么司法机关 专业的司法机关 我们以前没有 没有这个传统 就没有这个职业 但是想想 2000年来 中国的历史中间 我们需要审理案件 我们需要裁判 一些个纠纷 但是裁判纠纷 审理案件的 这些个官员 他们其实 你不能说 他们只是一个法官 他们是 所有的官的一个结合 而且他们负责税收 负责教化人民 负责司法 只不过是 他整个治理社会的 一个局部 那么他也没有 法律的思维 他也没有说 想象这个衙门 真正是一个司法机关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我们就没有 这样的一种职业 所积累下来的一种传统 来规范我们的 组织的一个架构 那么更严重的是 我们2000年来的 一个古老传统 就是强调 一个整个的政府 行使权力中间的 高度中央集权 那么中央集权 那就是说 我们缺少一种 对于整个的 分权制度的一种理解 康有为当年 说戊戌变法 康有为上大清皇帝书 那么里边 非常细致地 分析了一下 我们这个政府机构 是混乱 为什么混乱 比方说案件的审理 中央有一个刑部 你以为是刑部审案吗 不 其实六部皆可审啊 就像我们现在 出了一些个 什么食品安全上的问题 哎呀 最后大家说 这食品安全 到底有没有人管 后来发现 各个机构都可以管 但是各个机构都不管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 古老的一个问题 那就说 他没有一个分工意识 没有分工意识 司法是什么 司法并不是一个 特定机构的 排他性的一个权限 而是 只不过是皇帝行使 一个综合性的 治理社会的一个 依览的权利 而建立的分权基础之上 我们需要有非常复杂的一种 对于专业分工 这种专业分工 你可以发现 我经常讲 美国的三权分立 其实这三权分立的设置 其实是非常的复杂 它不只是说 你这拨人干行政 那拨人干立法 那拨人干司法 你会发现 它产生的途径不一样 三种权利 行政和立法 是用民主的逻辑去产生的 但是司法的权利 就有一种非常强有力的 反民主的观念 在里面起作 那就说法官的选任 并不是由人民来选举 联邦法院系统的法官 而是由总统来任命的 而且总统提名 由参议院来任命 你们知道 连议会中间的两院 上院通常具有一种 更加超越于民意控制的特色 所以上院的那些参议员们 经常把自己想象为 西塞罗或者家徒的 在现代的一个化身 他们不大愿意去说 人民要求什么 他们就做什么 那么同时 法官一旦被任命 他就终身任职 人民不高兴 你也没有办法 只要他做的事情 没有违反法律 那你就拿他没有办法 你知道这会导致 一个权力运行过程中间 司法权不大关注 他不需要太关注 人民是否 此时此刻的人民 是否欢呼他 是否会赞赏他 他要考虑到 也许两代以后的人民 三代以后的人民 他们的利益是什么 所以这是一个 三权分立架构中间 非常复杂的一些个因素 这都是我们这样的一个 集权式的一个政府中间 很少能够考量到的 我们不大愿意去说 这个权力要分开 要相互制约 这一制约 皇帝这个权力 怎么去至高无上怎么办 所以这个是一个 我们这个原因之一 第三个我觉得 重要的因素就是 因为我们有一个 非常强有力的 社会主义的司法传统 社会主义的学说和实践 对于我们的司法制度的实际运行 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就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批判大会 那个时候也没有法院了 人民群众直接审判 审判 打掉和兵 打掉虚心 然后不忘结极苦 牢记血泪筹 然后棒棒打死了 就枪毙了 那么社会主义的司法制度的特色 在比较法学的角度来看 它有一些自己的一些个 非常重要的一些特色 比方说特别强调 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地位 有了党的领导司法 就是实现党的中心工作的 需要一个工具 所以党的中心工作 中心工作这个词 现在可能我们的同学不大熟悉了 以前那中心工作 一切都是为了中心工作 党政居民学 东西南北中 党是领导一切的 这个就是 所以你就不能够想象 这个时候讲司法独立 哦 将法官独立 那法院长说 这个我们是法院 我们要保持独立 那你开什么玩笑 你党的中心工作你怎么办 到现在我们还搞三个至上 这都是中心工作 在现代的变种 那么同时呢 第二个方面就是说 司法本身存在着 一个自我消解的倾向 这个自我消解 是要借助于人民群众的 这样的一个参与 甚至在苏联节时期 他们有所谓的同志审判会 同志审判会 也就是说 人民自己组成的审判机关 来去对案件进行审理 那个时候你要讲 这个组织法上的问题 那就 还有所谓的 叫人民公诉人 人民辩护人 这个都是讲人民的 那么 就是说 其实按照社会主义的一个道理 大家说社会主义不是国家主义 他就是要把这些个 原来归属于国家权利的 这些权利 逐渐地向社会回流 这是社会主义的一个 非常重要特点 那么第三个方面 它有一种 社会主义司法体制 有一种立法中心主义的倾向 这个我不展开来说 那么第四个方面 就是司法比较大中化 不愿意说 要用人民喜闻乐见的方式 不要太过分地注重那些 法言法语 法律人经常说话 都是黑社会那种 互相对接口那种东西 你这个事情是 不当得利 你这个东西是善意买受 这个物权法里边 什么岸分共有 共同共有 老百姓一听脑袋就打 这什么东西乱七八糟 这个是法律人的黑话 但是社会主义 比较排斥的一个东西 所以当时 习近平主席 习近平 习近平副主席 他老爸 习仲勋 那么当年在 闪甘宁边区 他就主持审判公 主持司法这个领域 他就曾经说 我们 就是要推行大中化 我们绝对不能搞化大众 你不要以为 你拿着这个法言法语 什么继承法者 强制法治为也 这是个词汇 你去想去化大众 我们要把自己的屁股 坐在人民这边 坐得端端的 这是陕北化 可能是做的 端端正正的 一定要为人民利益 不要去搞这些 法言法语 要粉碎法语 那个时候 当时有这么一个 一场运动 这个大中化 其实 闪甘宁边区推动的 不仅是一个 闪甘宁边区 它是整个 社会主义的一个特色 整个社会主义国家 都有着非常强有力的 破坏法律专业性 这样的一种努力 我们1952年的司法改革 我们现在司法改革 天天在推动专业主义 1952年的司法改革 是把受过法律 训练的人赶出来 这叫司法改革 不仅赶出来 还要杀掉他 那么第五个特色 就是司法具有着 非常重要的教育方面的职能 就是教育人民 热爱党 热爱社会主义祖国 热爱社会主义公有财产 教育人民 把旧社会所遗留下来的 那种自私自利 什么都给去掉 然后逐渐地走向 没有法律的一个状态 这是 好 我们看 我们 在家里面起草法律 在电脑前面敲 我现在在家里面起草宪法 我也不知道 我觉得 我觉得 我们的宪法 其实有很大的缺陷 我觉得我自己想 用一年左右的时间 慢慢起草一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看看 其实 好像听起来 有点犯上作乱的感觉 其实不是 你想 我前一段时间读一本 日本人写的书 那日本的教育界的 有许多人 组织过多次 让日本高中生 起草日本宪法 自己每个人想象 我们对这个国家 有怎样的想象 那高中生就去看 美国宪法是怎么规定的 我们国家宪法是怎么规定 中国宪法怎么规定 然后比较比较比较 他自己写出一个 你知道这是提高学生们的 这种对国家 对政府的想象 这是公民教育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 非常好的方式 所以我起草宪法 也不是特别 前半兄 你应该起草 这个我们监狱 那么我们 这个工作团队 经过广泛的调查研究 把世界各国 法院组织法方面的规范 那么 做了一个梳理 然后起草了一部 50条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 法院组织法 当然括号 学者建议稿 学者建议稿 然后我们就 在 我不讲详细的内容 用武士条奖 现在很复杂 但是基本上是大修 把原来的那个东西 一条都没保留 这个 从 连锅端了 然后 重新起草 这个法律 起草出来 我们互相喘了一下子 大家都觉得 哎呀 如果这个法律 能够适用的话 这是1949年以后 制定的最好的一部法律 这个 这个 那么 我们就 确立了 组织法的 思想基本原则 第一个原则 就是法院机构 设置的法定性 法院机构设置 应当保持稳定性 非经修改版法 不得变动 法院内部的机构设置 不得设立 特别法庭 这个是非常明确地 说出来了 原因我就不上 上面已经说过了 那么 第二项基本原则 法院的设置 应有助于 法律的统一解释和适用 以维护法制统一 和法律面前人平等的 宪法原则 这个 要有助于统一 有助于统一 其实我们 有一个空间 接着我会 我会说 怎么去 追求这样的一个统一性 第三项基本原则 法官独立 法官独立 我们不再只是说 法院独立于外部 而是说 法官要独立 法官独立于 所有的其他的权利 国家有义务保障 法官依法裁判 不受任何来自 法院内外的干预 这个是革命性的 在中国来说 这是革命性的 因为过去说 审判 宪法里边规定 人民法院依法独立 行使审判权 不受行政机关 社会团体个人的干预 你看 他说的都是外边的 里边的干预 他不说 那么我们说 院长也不得干预 法官的判决 审判委员会 也不得干预 法官的判决 那么接下来 第四项基本原则 下级法院 独立于上级法院 我们的条文中间 有一个上下级法院之间 应相互独立决策 以确保审判的审设和公证 这个后来有人说 这个相互独立决策 一般的说 下级独立于上级就行了 上级独立于下级 好像有点惯 那么这个文字是不是应该再调整一下的 我想也是可以的 那么我们说法律规范的统一性那时候 当时在2004年的时候 哎呀真是有时候 这个这个这个 好事都是一对一对都来 我们突然听说 香港文汇报报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 负责行政区划的一个司长 在香港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说 我们现在正在考虑进行一个改革 那就是把中国设置为50个省级的行政区 50个省规划 哦呀这个规划很有意思啊 我一听就是觉得很激动 这个中国当然有 这个现在是29个省 四个直辖市 五个自治区 然后再加上港澳台 我们是这样的一个大的格局 那么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当然我说从一个国家 整个的行政的这个中央地方之间的关系来讲 我们省有点过大的感觉 而且这个省不仅仅是指的是一种 一个特定的地理意义 而且省经常有文化意义 比方说我经常说 这湖南人那天生就是搞革命 我前一段时间 我前一段时间我在微博上说 我引用中国政法大学王仁伯教授的话说 王仁伯教授说 湖南人人家造反是为了当皇帝 山东人造反是为了等昭安 这说法非常有道理 我作为一个山东人 我特别认可这一点 山东人其实造不了什么反的 有许多有关部门对我很关注 说我如何说 其实我都是特别建设性的 特别忠诚于党 等着昭安 等着昭安 湖北人你看他脑子特别的深邃 我接触的湖北人都是各个都是哲学家 哲学家 那有时候他那个脑子特别的复杂 对对对 九头鸟嘛 这个这个 对对对 我这个江苏文翠之邦 你要讲这闹革命 他不大愿意去闹革命 湖南人就是闹革命 对这个在催促 我想行政区画 我自己有一个 看到了一个网上的一个地图 这个是将来新的行政区画 五十行政区的区画图 那么我们现在 我自己根据这个规划 我一发现 其实行政区画改了很多 除了四个直辖市 除了海南省 没变 其他基本都变了都变了 我们山东搞了两个 这个交通省青岛省会 然后济南跟河南的一部分 河北的一部分 和江苏一部分 画了一大块进来 新山东省 我想我们能否把 行政区画变了以后 然后让司法的 在高级法院这个层面上 保持拐杂区的不变 比方说 当然法院名字要改 不能叫某某省高级法院 我们就要改称 想说济南高院 广州高院 合肥高院 那么 还管老的 合肥高院还管老的 安徽省 但是省已经变了 然后为了更彻底一些 四个直辖市的高级法院 撤掉 北京和 北京和天津的高院 都规定到石家庄高院 将来北京和天津的市民 打诉讼 设计到高级法院 都到石家庄去 我这时候比较有利于石家庄的发展 石家庄前一段时间说要改地名 说这个石家庄太土了 像个村子 后来 清川有一个方案是改称叫西百坡 那么 那么 然后呢 把海南高院 把它再挥回 广州高院 你会发现 除了港澳台 我们现在 司法 行政区划 没有办法去管下 我们其他 最后剩下 29个高级法院 管47个省 哎 一下子就大变化 那么接下来 通过审计制度的改革 任何司法都要经过三审中审制 任何案件是三审中审制 那么 案件总有一个可能 就是最基层审理 也可以到一个 跟地方权力没有关联的 这样的一个高级法院进行审理 这有助于法治的统一 当然我们还需要进行一个案例的 这样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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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一个 流通 然后大家都能互相参照 我不要太多说 他都在提醒我 那么后来呢 这个故事发展发展 就发展得有点有意思了 那么这个 我们参与起草 人民法院组织法 就把这一岗的事 受到了媒体的关注 但这样时间拖得又很长 本来说很快就有消息 但是老 我们提交 我们十月份就提交了 给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说 这个挺好 这挺好 但是我们需要协调 然后到了十二月份的时候 人民这个新京报的记者说 哎 贺老师 听说你做了这个事 能不能叫读者知道 你们都做了什么 后来我说 好吧 我告诉你 这个做一个专访吧 于是我就接受了一个专访 然后谈一下法人组织法 主要要修改的一些内容 但是 十二月四号报纸出来 我一看坏了 怎么叫人民法院 可能改名法院 头版哪 那个标题像鸡蛋那么大的字 就叫凸显 要改名法院 不叫人民法院 要把人民给去 当然我提到了这一点 我们的法院组织法修改协议稿 建议不要再叫人民了 人民给它去掉 我们这国家人民搞得太烦 太烂 其实叫不叫人民 跟人民没什么关系 那么一看 刊登了我的专访这一页 整个的上面又说 专家建议人民法院改名法院 法院组织法建议稿 起草人后卫方主张 强化法官职业化精英化 其实我给他们讲了九个方面的问题 去掉人民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结果他们这个标题里边去 哇 特别凸显 哎呀 结果一下子 一时机器千从了 那个时候网络当然还不像 今天那么发展 但是已经够发展 然后几十万人在网上吼啊 哎呀 你怎么能够去掉人民呢 你们这帮狼子野心 终于暴露出来了 下一步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 也要去掉吧 你们的这个台湾 陈水扁在搞去中国话 你在这儿搞去人民话 你们这中国人民全去掉 你们两个家 然后最后引起了很大的麻烦 最高层次的领导人 打电话给最高法院的负责人说 你们疯了 现在正在搞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新三民主义刚提出来 你们就要把人民给去掉 你们怎么找这样的人来参与 法院组织法起草 结果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言人 马上发布新闻记者会说 这个人民法院组织法 绝对这一稿里边 要去掉人民这个事儿 只代表贺卫方教授本人的观点 绝不代表我们最高人民法院的立场 我们最高人民法院 和全国各级人民法院 永远是人民的司法机关 永远是党领导下的审判机关 所以 所以这个事情就一下子遮住了 不行了 04年年底就说 这个事情就搁浅了 共同参与起草的朋友说 贺卫方你这个人就是喜欢这种 跟媒体说说说什么呢 你说的最后你看改不了了 改不了了 我说我本来以为把这个火力 都引到人民去不去掉这个地方 然后我们其他的都可以改改改 最后我们人民不去掉 然后最后就掉虎离山 最后就看来我的计划没得逞 2006年10月31号 这个人大常委会最后通过决议 只修改了一条 就是把人民这个死刑复合权 由最高人民法院去进行复合 我们所有的计划全部 一条都没有被采纳 所以我们就最后变成这个样子了 这个决筑图的解说词叫 正义女神考察中国司法归来 谢谢 感谢 感谢维峰的精彩教育 维峰不能去打断 不过你想 你原来说你说40分钟 我大概讲了一小时20分钟 内容很丰富 我还盖过我一句话 就是为方式建议这个领导人 多种点心我想说 也许这句话 也许这句话 他们能听听 只于你说 治病的新建法 他就起床的新建法 对 我还没开始 我正在写一篇文章 因为我和你不一样 我是主张革命 还是革命格数麻烦 我是主张建计改条 所以现在这部建法 目前还不需要成功起床 只需要把其中的鞋中去删掉 当然可以包括人类的颜色 好 下面有请何敬教育 感谢青山教育 今天邀请 也感谢何老师 和各位嘉宾 我知道很多人都来看我来了 因为在微博上看不见我 所以笑我来了 其实有很多人会关心 何老师 你自己怎么样啊 实际上我过得挺好的 没什么问题 在微博没被删之前 我觉得中国比较麻烦的机构 是法院 但是微博被删以后 我发现麻烦的机构 是有关部门 为什么呢 因为法院到底还给你一个判决 还开那么个情 有关部门的啥没有 但是后来我一想 还是法院比较麻烦 为什么有关部门敢这么干 因为法院说了 删住微博 这边法院不受理 他还这么去谈这个法院 所以中国下一个改革 到底从立法开始 还是从司法开始 还是从行政开始 我个人观点是 肯定要从司法优先读工 因为讲一千句 讲一万句 有两句实证 第一 第一 共产党必须保证 共产党领导人民制定的法律 在这个国家得到实施 这一点实际国家反对 你应该反对吧 这一点没人反对吧 共产党必须保证 共产党领导人民制定的法律 在这个国家得到准确实施 这没有人反对 第二个 共产党必须模范你执行 共产党领导人民制定的法律 你应该反对吧 所以说司法是第一 如果说我们的法院 连我们党领导人民制定的法律 都不执行的话 那我们这国家 它怎么可能反对化呢 比如说 这个法院就是内部的民传电报 关于微博被删 不属于人民法院赚犯了 我以前研究民族法 教民族法 教了十来年 现在教新民族法 教了一块十来年 没有哪个法理能讲得通 说不注意人民币 人家要犯 你知道吗 微博那几个钱 有些人粉丝在十几万 在网上一算 一估算 微博值一百多万 我又不看得有心疼 我这微博值三百万 这是开产权的问题 因为确实我创造微博 我是很苦心故意的那里写 半夜三更晚上三更能起来写微博 那时候我很多知识产权在里面 就真是在这 可是呢 不属于人民法院是这样算了 表面上解决了一些问题 实际上有些更大的问题 至少破坏了我们行政诉讼法 和我们民主诉讼法 那么这就引到本题来 就是说 这些年我再思考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这些年我们司法建设 一个努力的方向可能错了 就是这些年我们一直侧重于 程序法的改造和证据法的改造 我们指望 通过不断完成我们的诉讼规则 和我们的证据规则 从而约住我们的法官 是法官依法盘 所以你们发现 行政诉讼法条越来越多 这些法规则越来越多 而法院和你人民越来越远 那这是个什么问题呢 问题就为背对规则 为今天晚上本人的问题 就是对于中国的司法 它最主要的问题 是法院的组织法的改造问题 而不是诉讼法 我跟他们学的诉讼法 上次我所做的论坛 他们在说 我们这次修改新诉讼法 有十大量年 是吧 我说你现在这十大量年 十年前你们修的不是这么说的 你们十年前修那个法的时候 这是十大量年 会得瞎了 你现在修的量年 过一段时间 又马上又瞎了 他们现在说 新诉讼法 法条越来越多 还越来越好 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 实际上 对于一个法院来说 通过一个非常好的组织制度 将一个好人 放在法庭上审案子 比通过一个坏的制度 把一个坏人放在上面审案子 那更重要的 你把一个坏人放在上面 你用什么样的证据法 和什么样的诉讼法 都没有用 他心就坏了 你法院做有什么用吗 像我这样的人 如果心坏了 你什么法都搞不应 告诉你 是不是想要不想要 那真是的 我可以依法让你 哭 你验折都没有 你为什么 我搞过民宿法 我搞过新诉讼法 我搞过新诉讼法 我以前是考百大理法做 你都管不应我 所以最重要的是 改造我们的法院总织法 这就是我说的 我们这些年错了 你比如说 协议数的网上来讲 什么证据排除规则呀 什么这个规则 这个规则 你们协议数的证据排除规则吗 那也是瞎折腾 他都把那律师排除出去了 你还排除什么呀 他就想着 才用律师来讲什么呢 所以 法院总织法 从大家注意 我们司法总织法 全部要打准 不要认为 我们法院总织法 就是我们 管理人民法院的总织法 法院这个系统 司法这个系统 里面一个重要的组织 就是律师 还有个检察官 所以我们还要修改 律师组织法 让律师们组织起来 现在律师组织法有问题 律协基本上 不能维护律师的权利 所以律师们在江湖 让自己抱团 自己驱卵 什么 李庄律师团呢 什么白黑律师团呢 然后和别人去 你们在闹庭 是吧 所以你们搞非法组织 所以律师们也很苦闷 就从来不敢说 我们在搞什么组织 实际上是悄悄在搞组织 当然他们是因为案 这个案子起来 组织起来 案子完了 都鸟变散 这不是一个解决问题呀 同志们 如果任由我们这样的制度 把我们律师制度给摧毁了 这不就是摧毁 我们的司法制度吗 所以要从这样的高度 就是摧毁我们党所建立的 律师制度 就是摧毁我们的司法制度 就是和人家处理 律师制度是我们党领导致命建立起来的 我们必保障这个制度能处复地运行起来 为什么现在这些律师贵阳呢 二十个律师被当事实际所谓解雇了 是吧 说这都怎么退出 这什么名字呢 就被当事实际上 不要 解除委托 一个案子 二十个解除委托 我就不知道司法部不应该派人去调查吗 这么个典型的麻雀 就应该去调查去 司法部要派人去调查 到底是不是我们的律师不理解职责 被当事实际解雇了 如果是这样的问题 处罚律师 没有任何问题 地方警察院去调查 为什么这个案子没这么个律师 被解雇过 是不是你们在那打压律师 必须认真的看到 我们的律师制度 是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组成部分 绝不是江湖的部分 如果律师江湖化了 那我们就要开始解决这个制度问题 这是我顺便说一下 组织制度里面包括 律师的组织问题 还包括我们的警察院的组织问题 这是第一个 修诅咒法比修程序法和证据法重要 第二个 我们到底是走行政国家化的路线 还是走司法国家化的路线 这一点尤其重要 对于中国的政治改革来说 首先第一个问题是统 如果实际上不解决 统的问题 党是不可能给解决分的问题 原来判 我先给你们选举了 你们到时候都不听我的 又不听法院的 他为什么有这么潜在的 非常恐怖的疚忌 你们湖南人民选了一个省长 你刚才说的 湖南人民就像当黄了 这选这个省长 他们听中央的吗 他不会听的 北京人民选了一个市长 他们听中央的吗 他不会听的 他怎么都提北京人民的选票 可是现在南水北调 湖南人不再怎么办呢 大家越考虑这个问题 南水北调湖南人说 我们选择山上不能钓 我们现在湖南没水 他们那么便宜 他们喝的不行 湖南山上肯定不能钓 而北京缺水 所以现在我们捅的问题是 党说钓就钓 党说钓啥就钓啥 所以这个问题 他捅的问题是对 我们党他是这样 一般骑嘛 全国一般骑 我拿着下 很爽嘛 所以他一个捅的方法是 他用人的方法 不换思想就换人 你不换思想 你不钓 换人 换人 钓的人去不去玩 这很简单 所以你要始终 不在这个问题上 给党解决问题 党的问题解决问题 你能够分手分下去 那所以说通过政党和政策的党 一定要通过 转型为通过中央的法律 从法律来统 而要实现中央的法律 一定是我们法官要国家化 法院要国家化 而不是中央的那个行政在国家化 我们同时都存在问题 比如说 当然这个土地维法案件 我以前也统计 百分之七八十就是土地部门干的 可是实在法计法就是一样 你不管土地敢违法吗 你不管土地敢靠土地违法 基本上不能肯 你不管公安 你敢违法案件 你不能肯 就是这样 那现在问题是 国家为了独出地方行政 就搞那个土地这么独产 而在各地的搞独产 分独产 这就是所谓的行政的中央化 还有就是垂直 我们垂直了 他们提我来 工商局垂直了 税务局垂直了 银行垂直了 然后还有国土什么 审垂直什么 那个垂直那个垂直 就这样垂直了 所以他从这样的行政中央化 来保证中央正硬的创通 而行政的中央化 一定是违反地方民主权 所以要想那个市长 你看 工商我管不着了 就我工商说 银行我管不着了 我干什么 我好不容易弄个市长 就归你管 这就是我们 朱镕基那个时代 开始的改革就是 他为了保证中央的土 他搞垂直领导 搞独产 然后结果呢 控制不住 老百姓到北京来上访 然后呢 到北京上访 没有用 又回去 来回这么做 那么一个问题是 我们是让老百姓 到北京来找金官 还是通过司法 这部改造 让金官送出去 这个到底你很明白吧 你们不用到北京 来找金官 来找这东西 我们把国家的法律 送到你湖南去 你在湖南 按照国家的法律 在国家的法庭 跟地方官 把官司去 从这个角度 给我们党讲道理 党可能在里面 知道吗 你要讲 你现在表明 党啊 我确实没什么 其他的想法 我现在为你好 为这个国家好 确实我确实是 为党好 为国家好 我是真的好 我跟你说 你们见个说 你要想捅的话 你捅的那样捅的不行 你呢 把国家法庭放出去 现在 独察制度放在 是国家法庭放出去 比如说 土地在江苏 南京有个独察 可是老百姓去那儿 就会按照什么规则 跟他交双呢 我们没有程序法 又没有那个 独察的证据法 又没有独察的财战法 所以老百姓 独察就交一张 独察怎么处理 没有这个办法 所以你这样呢 放土地独察 放环境独察 放这个独察 放那个独察 还不如把法官放出去 不要让法官全部守在京城 我们现在好 前线空虚 后线 最高法院站 先放死嘴 五百多个法官 所以刚才的贺老师说 三十元中审 那不对的 你这三十元中审 你这个法官 多少法官嘛 你想想 那五千也不够啊 是这个道理吗 美国你知道 九个 日本人十五个 我们法官都叫五百多 哪有这样的最高法院 我写过这个文章 叫 最高法院为什么变得来大 它就是因为呢 这地方法院没改造好 老是不放心 所以说什么法院改造就是 把案件往上收 把人往上收 不但地加大上度神 不但地加大在神 那案件往上移 人就往上移 最高法院必然有一个 五百多个法官放在法院 所以网院长不好干 这四百多个人 你知道谁叫坏人 谁叫好人 看谁叫好人 看谁叫坏人 干嘛咯 关键是他自己 就不是什么好人 对 对 这是你说的 所以你得把法官往外看 把中级以上法院 全部国家化 所以贺老师说呢 这所谓四百区块 没有什么意义 因为你把高级法院光 最高法院的法院光 高院压 高院的法院光 中院压 中院的法院光 寄属一下 这一定要通过政策 请注意 法官最大量的法官 一定是在基层 而不是在最高法院 将任何纠纷 试图脱离本地 来到远方来解决 都是司法政策上 一个重大之务 最可能在一线解决纠 那人在一线上去 所以往下压 最高法院最多也就是 四五十个人 更难 对吧 再多一个五十一个和平的顾问 对了 这么说干嘛呀 这些人都是国家法官 情况是纳人的 然后在全国巡围 三年一巡围 三年一巡围 你说的那个法院 巡围法院 巡围法院 不是说这个法院楼梯 转得不好 不是 这是法官在那转 法官转起来 就是巡围法院 法官不转 他叫巡围法院 他也不是巡围法院 所以你把法院的国家化 以后通过司法的统认 来替代行政的统认 然后 第三法院怎么办呢 说今天法院 那个贺老师怎么解决问题 今天法院让人民群众进来 这问贺老师 你赠予多少年了 是吧 他因为他是北大教授 你身心比我大 但总有一天 我的身心比你大了一天 你是错了 刚才他说 中国的司法将是人民靠 人民几乎的 那么怎么想想 中国现在法院 人民能说上话吗 除了那些典型的案子 老婆现在网上喊鸡嗓的 解决问题 大部分案子 不都是那些职业法官 悄悄地把你给 办了吗 很多人也没有事业的呢 人民对我们的法院 真的有什么样的 真实的普通告别有建筑权吗 没有 所以对于我们国家法院来说 我们通过巡回制 和其他的制度来解决问题 对于一线的底层法院 我们恐怕只有通过 这个司法的人民建筑解决 让人民来起来 我们又回到那个问题 组织法的问题 法院组织法 绝不是职业法官组织法 说我们怎么安排职业法官 要终于想到 怎么把人民组织到法院去 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有什么可能 现在大家 不赞成 我就问你 你比较法 就说比较丰富 对不对 你是搞西方的 你现在找说 你哪几个国家 不搞人民参与审判 你再做 你们谁举个例子 我看看 大概百分之七八十 我敢说 都已经是各种各样的人民参与审判 为什么对于这样的普世的经验 我们视而不见 不就解决问题了 现在的问题是 当人民不能监督底层法院 我们只有加大上级法院监督 和加大党政监督 所以党说 你的法院就这么又坏 我不管什么 法院说就是你管坏了 法院就这么说 你管坏了 上级法院说 你们这么坏 我不管行吗 他说就你们 给我们弄坏了 是吧 现在呢 多头监督乱了套了 那我们为什么 不用一种监督 来替代所有监督呢 不要指望说 法官不监督 职业法官不监督 就没有问题 你一定要用 置换的方法 用一种监督 置换到所有的监督 比如说我们法院 法院有个院长 还有副院长 还有厅长 还有副厅长 理由就是监督 没有我们副院长 怎么监督怎么行呢 这副院长太忙了 得副院长分管 监督监督监督 那你如果搞陪认制以后 哪有副院长的事 在美国从来没有 就是哪个副院长 管案的呢 比如说完了就完了 所以陪认制落到 实处以后 什么委员会 就不用了 这马尾也不用管案的了 院长也管不到案子 你如果没有一种监督 来替代这些监督 你就跟老板爷说 都不要管了 就让我们职业法官 自己管自己 你放钱吧 没事 谁相信 只有贺务法总得上去 所以这个问题 如果不解决 还有一个 比贺务老师更傻 爱上去这样的 所以中国的问题 为什么难解决 大家就知道 所以 在底则法院 我们要通过 这样的一些 民族制度 我讲过一个论断 就是 司法独立 从来不止 司法独立于人民 在任何一个 法治系统里面 你都会发现 人民会对司法 产生一定的观念 绝不像我们 所想象的 我们职业法官 就自己说了 跟人民没有观念 不可能 司法独立向来 直指 司法独立于官僚 来自于政党 从来不可能 指司法独立于人民 这个问题不解决 中国的司法问题 永远没法解决 对这点 我是深信的 所以我觉得 贺老师 他那个改革方案 夭折 虽然我们觉得 比较痛心 但其实 他有他的历史 必然 畅想 同志们 很美 但是这个问题是 你怎么来实践 你说贺老师 你写得挺好的吗 你下次就 放在那 放着 锁起来了 是吧 你现在不知道 你还指望 再过十年 没准备 我这 这么大 就 又招爱你了 是吧 所以我没有拿出来 我觉得你那个 要全部拿出来 实际上马上又做 你去 确实要有一个 你要找到 中国司法改革 它的真正的动力 所在哪 这个政治改革 总是一种力量和内容力量 在做统治 中国当前不就是普通的民众和官僚和权贵在做统治吗 如果我们不能动员广大的人民来参与中国的司法建设 如果我们不放这任党 就是站在一条线上 让党想明白这个道理 你自己跟他干 我觉得 当然你们最要干 我都没办法 这个 这个 这样干 也确实不是我们煽动的 就是他有历史的 必然心 但是我感觉 我说这一点 就是那一点 构造 如果说确实来自于 广大人民群人的推动 那是不辣子 我先就知道这么点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好 谢谢 这个和平教授 同样精彩的教授 看来说咱们除了 这种传织还有些别的本质 你一定 对 能够好耶 这个 实行教授 刚才想你也是一个 那下面请你这个 气力引力方向回应 大家欢迎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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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天帆教授的邀请 我们听了贺卫法老师的人讲 很开心 因为他是法学界 可才最好的 但是我们也很沉重 因为讨论的问题 让我们觉得很雷关 那么贺老师他讲了 他一段 差与法院主持法修计的 这样一段历史 那么这段历史 我们当时就在关注 看得很清楚 数数法的人 早都研究得很清楚了 人民法院 人民两个人不要 但是贺卫一说之后 就坏了 他一说之后 最高法院马上表态 说人民一定不能去掉 所以当时流传的一个段子 说这个 凡是贺老师赞成的 可能就是有关我们反对的 所以我们当时 真的是特别希望你说一些 反话 但是你一定要让别人 看起来是真诚的 所以 我一直特别爱听 这个贺老师的演讲 那么但是他的演讲 另外一方面 也给我们感觉到 特别沉重 所有这些问题抛出来 都没有办法得到进去 非常的悲观 那么的确对于中国的法治建设 司法改革 我本来也感觉到 但是有一点 我想 悲观之中是可以有希望 那么我有一个判断 中国的司法改革 已经走过了 决定方向的失踪 就无论现在怎么样遮掩 那么大家说 走回头路也好 绝望也好 但是他的大方向是决定 那么我们想想 1978年 十一月三中全会的决定 发展经济 建设法治 到现在为止 没有改变 无论是民间还是官方都门 所以这是大的方向 也因此在我们当下的 这样一个社会 无论谁 运用什么样的手段 有多大的权势 想要到我们 回到一种文革式的 像一种毫无规则的 这样一种社会 是绝对不可能 最近两三年的重庆故事 就给我们提供了 这样一个女生 因此我觉得今天 和我们连强本期 展开的背图 颇有一点意见 它配了大量的 文革式的图 我想文革比我们 还是比较遥远 所以当我们看到 重庆这样的一个地方 想回到这样一个场景的时候 从上到上 那么贺老师的演讲 我想可以归纳成一个 最核心的观点 就是 法院是法律帝国的宫殿 法院改革是司法改革的关键 法官的独立 司法是司法 司法独立是法院改革 司法改革的关键 而法官独立就是 司法独立的核心 那么要实现 法官独立 司法独立 应当解决 司法的去行政化 司法的去地方化 司法的去人民化 司法的 要正确处理 司法与党的关系 那么刚刚和您同事在这个讲座的时候呢 这个大量的使用人民两个字 我觉得这个它不是少 但是脑袋发乐的 这样一个政治性的概念呢 我觉得法律能力当尽可能少得使用 那么当然这个 和您所谈到的 司法的这样一个国家化 我认为是非常有价值 我们一个法院 究竟是国家的法院 还是地方的法院 我们身处海淀区 海淀区法院的院长 是听胡锦涛的 还是听海淀区委区的注意 很显得才听去 所以我们看到王的法院 其实是一个地方法 所以司法的去地方法是 解决司法独立 最直接的一个 最重要的 那么但是 要走司法的一种 大众化的道路 把人民提得太重 这个恐怕 没有必要 也解决不了问题 什么是人民 是我是人民 还是你是人民 还是大家是人民 它是什么样的概念 原告是人民 被告是人民 谁输了之后 人民都有意见呢 所以 我是赞成 特别赞成 要中国要搞陪审制 我也和检察院合作 跟司法师傅 检察院合作 从事了一场检察院的一种民族 参与司法的改革试点 人民监制员制度 虽然这张制度非常的 很能有利益 是很没劲 但是我们能够把它试点出 一些很有火花的 这样一个前景 虽然我不在试点之后 他们后来又不太搭理这件事了 我们试点的试路 我们人民监督员的选择 就是凡是年满18岁的公民 只要你愿意当人民监督员 有KG的这个数据库 在监督案件的时候 随机冲冲 完全是按照一种 非常民主的方式 来设立这个制度 而且在四川广安 小平同志的互相推行 效果 陪审制也是 我非常主张的 但是他只能说我们的施法 他只能说批上施法的万一 可以有民主的因素 而不能说施法的民主化 化的这样的制度不同了 因为施法民主陪审制 解决不了中国现在的施法 所面临的这么多的这样的问题 解决不了 不要以为 术中人民两个字 就能够解决我们的很多问题 这是不可能 那么我还想讨论的一个问题 就是在这样一个悲观的环境下 在这样一个 我们觉得 大家都要问的这样一个问题 体制不改 我们究竟 该当何为这样的问题 我想 做一个延伸 把任主治法改入 他只改一条 宪法的努力 而且这些法令 即使改了之后 难道他就能够实施吗 就有用吗 所以我想 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 我们一方面要希望 能够有这样一种偶然性的出现 因为领导人 他特别喜欢法律 我突然就改了 我们可能有这样的期待 当然作为一个法律 期待这样一种偶然性 是一种悲哀 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背景下 通过人质推行法治 是我们的一种现实的状态 那么在我们这样一个背景下 我们可以做些 是不是我们就下了雨 滑倒在地上 就再也不起来了 因为还会滑倒 体制不改 司法改革没有用 空谈师改 没有意义 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 难道我们就 在没有意义的 这样的一个背景下 就像我们的贺老师一样 头发就这么白了吗 我们这些头发没白的呢 为什么不可以一起来努力 做那么一点事情 是不是可以做 是不是有一点点意义 我想今天贺老师 他们谈的最核心的问题 是司法独立 司法独立 我在中国司法改革研究报告的 表达叫司法的独立性 司法的独立性 就是指司法独立 它其实是一个成都的问题 那么这样一个成都 是可以不断地提升 当然我们也看到 现实它在不断地下降 那么这样如果把它看成是一个 可以逐渐提升的程度 那么我想我们是可以有所努力 那么第一个可以采用的一种策略 就是分成分级 先逸后难 现在我们讲司法改革面临很多困难 以至于我们改不动 我们不想动 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 这些困难是可以进行区分的 哪些才是真正的困难 哪些是假想的困难 哪些是涉及到体制展示的很难 触动的困难 而哪些仅仅是一种 恋意集团的阻碍 我们有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 比方说 大家讲领导干部的财产公式 中纪委说 现在条件都成熟很困难 那这有什么困难 两百年前英国内典 他们就能执行 有什么困难 毫无困难 所以这些困难是一种假想的困难 假想的困难 实际上是某些利益集团 他不愿意做 因为他还需要时间 把财产再转移到别人 司法改革有很多的问题 其实是可以推动的很多困难 是一种假想困难 那么第二个策略就是 司法改革的去政治化 我们把司法体制视为是政治体制的一部分 政治体制不能动 所以司法改革不能够轻举妄动 的确司法体制是政治体制的一部分 但是它和政治体制也是可以相对独立 因为司法的直接目标是要解决纠纷 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公开公正公平 权威公正的解决纠纷 这是法院面临的根本论 所以如何能够实现这样的任务 是符合我们国家 符合我们党最大的力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思路下 我们可以看到 法院的改革 其实是可以相对独立 因为某一些条件 某一些要素 比方说司法独立 仅仅是司法权行使 要实现一种公正的 判决的必要的条件 现在一切都由党来扛着 这些纠纷的解决 它很累 也很烦 那么如果有这样一个机构 能够独立公正公开公庆 权威地解决纷 这不是为党分忧吗 那么在这样一种 施法改革的去政治化的这样一个事物下 我们可以看到绝大多数施法改革的问题 可以转发从一种法力技术的问题来处理 我们可以举很多的例子 比如说审判委员会的制度 一直改动 那么很长时间有一种潜在的逻辑 就觉得审判委员会 它的组成人员跟法院党主基本上是一样的 所以否定审判委员会就是相当于否定法院党主 他们这件事没有关系 审判委员会仅仅是一个司法决策的本身的技术问题 由审判委员会建立一个机构 来对他们没有审过的案件进行决策 是否是符合司法理性 调解优先政策在近几年受到了极大的强调 因为这被认为是跟和谐设计的构建 这样一种政治问题联系在一起 但是调解并不一定会带来一种社会市区的问题 所以强调这样的一种调解 有些政治要求调解律 它并不是一种政治的问题 地方政法委对案件的干预 是刚刚提到了司法独立的一种解释 来自于今天我们贺老师提到了 对社会主义司法的一种解释 难道这样一种解释是你所认为的 它应当具备的特点吗 你是一种描述 我还没有看到过的 大概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读本中的描述 但是我们回想一下 关于市场经济的界定 二十年前市场经济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东西 但是后来一天 我们发现 有人说 社会主义也有市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优于资本主义的资本 所以我们哪一天会不会说 资本主义有司法独立 我们社会主义也有司法独立 我们社会主义的司法独立 是优于资本主义的司法独立 什么叫社会主义 什么叫社会主义 我想大家是对自己的 在中国现在你想推动法律改革 应该说是有底线 那么在目前应该说 我的理解只有一条底线 就是坚持共产党的民党 所以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的多党制 什么叫社会主义 我想这样的理念是可以探索的 提醒大家想想小平同志的三个人 凡事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 凡事有利于什么 有利于什么的 就职社会 那么我们可不可以大胆地假设一下 凡事有利于促进公平正义实现 凡事有利于正 适当的解决社会 保障人权 人权因为也是我们的宪法的规定 就是社会主义的法治 就是社会主义的司法 难道我们不可以这么理解吗 那么如果这样来理解 我们可以把社会主义司法 社会主义法治的理念 转化成凡事好的 都是社会主义的 人权的理念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